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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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楊中宇 謝謝吴老師幫我找來這裡 明天是你推薦的 那...好啦,假設我是植物學者 也是啦 在場很多 所以我...好 好,早前文章是誰 其實我們學自然科學的人 我們對歷史這個東西 其實是 最忽略的 就是我們受的教育裡面 對不對,我們學歷史是誰 林奈 我們是學19世紀 20世紀的歷史 台灣自己的歷史 到底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們其實是很不清楚的 好 那...在今年3月4月 我其實聽到歷史學家講一件 很有意思讓我覺得 我們對自然史的東西 一定真的要去更多的了解 他說你今天如果要向往後看100年的話 你一定必須向前面看100年的 你才有後面100年的發展 你沒有前面的歷史 你是不可能有未來的 這是給...我覺得這是我們學自然科學的人 永遠不太懂的這個東西 可是學文史的人 他比較不懂自然史的東西 所以跟各位講 我要去申請 研究自然史的 等一下你比較偉大 都自己出錢 我們要去研究自然史的很多東西 我國課會找不到單位申請 找生物處 他說這個史應該是人文處 可是我們寫人文處都覺得寫不過他們 我掰不出這種故事 他們會寫 寫個冰狼就可以拿到很多錢 就冰狼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寫不出來 所以這自然史的東西是很有意思的 可是 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那找成文章是誰 就像剛才講的 哈亞塔很有名 早期你可能看了 HAY一個縮寫點 後來 因為HAY 老外有這個姓 所以不能用HAY這個點 所以HAY AT HAY 對 必須全名寫出來 這是他的名字 我們都知道 那他跟台灣的關係呢 很有意思 就是我在2010年那時候 去做一個展覽 在科學博物館 台灣學的展覽 是因為五威三茶這個故事 Camelea Bufisa Ansis 這個曾經被發現過 做這個展覽的時候呢 本來要小小的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本來是從日本在做西方 後來不行 所以我們更早做 做了以後就發現問題 欸 我們沒有日本 海亞塔那些 因為從台灣大學 林業事件所 他們有的標本並不多 海亞塔的故事並不多 精彩東西並沒有留下來 那怎麼辦呢 我就去東京大學 還有謝長布老師 我們去 要讓他們借標本 借一些珍貴的東西 第一年碰壁了 他說我們的標本 只做研究 不做展覽 哇 我們聽人就有點冷 還好 隔年呢 東京大學的博物館 的那個 植物館 植物的有人來了 我就跟他講 那我那時候就跟他講 我說 海亞塔多重要這個人 我說 除了這間Building以外呢 沒有人認識海亞塔是誰啊 他就想 欸對欸 真的 海亞塔是誰 對我們來講 我們多少的 可是啊 反正我們自己審的書 你也不會記得海亞塔是誰 你也不會去看學名 可是 植物學者你會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他更深入的時候 你就是很多的空白 那 結果 因為這樣子講 他們繼續討論 所以我們借到一批 博士標本什麼等等 借到台灣我們來做展覽 甚至有 田黛安定的 寫信給海亞塔的一封信 大概兩公尺長的 一個 怎麼借到台灣來 我覺得那是很棒的一次 那那一次也很感動 他們也很感動 因為 他們沒有想到台灣人來幫他們 這個日本做一個簡單的展覽 那 這其實 圍繞著海亞塔 因為海亞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 十九世紀之前 西方人 你們如果看 吳老師這幾本 就很清楚啊 早期的啦 他的 都是低海拔的 真正上高海拔是 日本人上去 日本人上去之後呢 又怎麼樣呢 海亞塔的那十本書 介紹 因為拉丁文寫的 介紹台灣的植物到全世界去 所以讓西方人對台灣這地方 覺得 哇賽 怎麼可能這麼多這麼多 三千八百多種 一千多種特有種 這個是 海亞塔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貢獻 所以那幾乎一千多種 都是台灣特有種 所以這非常多重要 所以 我想各位如果知道 特有種 好你就知道 所以 海亞塔在整個台灣的一個 近代史上 自然史上 雖然他在台灣時間不長 可是 可是 可是他所得到的 所給我們的一些訊息 所發展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其實我想 大家 認識吳老師在找 都是他這幾本 被遺忘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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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被遺忘的東西 被遺忘的東西 被人啊 對不起 那 其實我想 大家會不會覺得 他怎麼會找到這些資料 怎麼找到的 他怎麼去追那些 動植物學家 他怎麼去追到 怎麼追到 對啊 怎麼去追到這些 可能有些資料 所以 所以其實 這也是 我不知道在場 各位 可是這是我 長久來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你是要找這些人 不只日文要好 你要很多奇怪的語言 都要很好 而且他要去看懂那些東西 那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他不只看日本 他要看其他語文的 所以 他的這些出來 尤其早晴文他把他的故事寫的 所以 我覺得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 對台灣自然史的 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補了這些貢獻 讓我們可以知道 你有今天這個東西 你知道人家怎麼做 你知道當時的環境怎麼樣 你知道當時的環境怎麼樣 我們才可以往後看 我們台灣未來可能會怎麼樣 他的植被他的生態 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 我覺得 我們就來 問問今天 吳老師 看看 他是怎麼去找這些部 蛛絲馬跡怎麼找出來的 好 好 來吧 你 謝謝 湯總編輯 好 老師 不好意思 各位大家晚安 所以 各位想說 楊老師的口才非常好 能夠聽老師的演講 真的是非常棒 其實老師 其實老師 參與與談 這個 這個 今天算職務場 下一場還有一場是歷史場 老師 我認為是 國二人選 就是在我們 大概我們年紀差不多 我長他幾歲 差個三四歲而已 老師是國二人選 謝謝 因為 其實 我先介紹老師一下 老師很謙虛 他都沒講 他在 2009年的時候 有 就是剛剛有講到那個展覽的事情 對 那個展覽 我覺得是相當棒 然後老師呢 在這個過程中 也是很重要 就在柯博本展出嘛 那是09年的事 然後2012年呢 是 老師他有 也一個策展 那一個是 尼漾的日籍植物採集者 十月 十月 這個部分 老師做了這個展覽 因為這些標本 是從 蘇聯的聖彼得堡的 那個 科馬托乎 那個植物標本館裡面 然後老師那邊 發現那批大概500種左右的標本 500份的標本 那其中有一份也是 台灣的興趣物種 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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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寫說,好像是他帶他去那個知物學家跟他女兒去看他的很多的收藏 然後後來在他本來心臟病還沒有發生之前 他在29年的時候本來是要請他過去演講 所以我是說這個部分就是跟老師的研究剛好有一個契合點 老師所以你今天一定要來 是,剛好 所以老師這個再過幾天要去索羅門群島了 所以老師在那邊要研究非常多的 有發現的心種 索羅門我羅紀人是要講 索羅門昂天涼 好,是真難題 這個心種,有很多的心種 所以老師如果,因為我年紀跟他差不多 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有段年紀的話,如果有機會我不會寫老師 老師一定是值得書寫的人物 因為我看到老師去索羅門群島 我馬上搶到一個人物 金平亮山 在這書裡面有寫的 因為金平亮山在1936年的時候 他出了台灣樹木寺的在板 然後另外有一本是南洋群島植物寺 南洋群島它整個 范園非常大 可能也包含老師要去的或是那些地方 所以老師有這樣的錯誤精神 謝謝 好,介紹完了 謝謝 然後,言歸我的部分 就說,其實我覺得人生有非常多的轉折 我在八年年代 1980,更早了 不是民國八十 1980年代 那個時候 可以講,隆委會剛成立沒多久 就是說,我那個時候 我二十幾歲,我回到宜蘭 我第一個震撼是什麼 宜蘭有大片的濕地 沼澤濕地 然後有成千上萬的候鳥 水鳥,非常的多 我馬上就被它吸引了 因為我原來念書的時候 就很喜歡爬山攝影 很喜歡大自然 回到宜蘭之後 哇,這個太棒了 我就開始買那個長鏡頭的相機 開始拍鳥 可是我拍鳥的過程中 我發現 哇,旁邊有好幾隻怪獸 一直在 因為那個時候呢 宜蘭的濕海地區 其實沒有什麼生產力 對他們來講 對一般民眾 沒有什麼經濟能力 所以那個時候都要想要 挖成餘溫 想要養那些草蝦或什麼的 所以我發現 哇,這個不行 整個環境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變成用相機 然後用 就開始記錄 這裡有多少鳥類 那有哪些私地需要保護 所以就變成欣賞研究保育 我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時間 可以說是 這一段七八年的時間 就深陷沼澤之中 對 一直到 到九三年的時候 吳瑋港水尿保護體育 他成立了 成立之後我就 這個部分我就大概到一個段落 這一段時間我是屬於自然觀察者 一般來講說自然觀察者 然後漸漸的我就開始 有一個機會 因為我平常就做一些山區的調查 所以我對南澳山區還蠻熟的 所以那個時候有機會我就去做 有一個蘇花古道 各位知道 清代的時候有三條古道 北路、中路、南路 蘇花古道就是已經荒廢掉了 蘇花古道就是已經荒廢掉了 那時候我就去做這條古道 那除了做古道要找到那個 陸基之外呢 你必須要看很多的文獻 所以我就是這個機會呢 我開始看了很多台灣史的這些資料 所以才開始從清代到日治時代 就慢慢的了解這些比較關心台灣史 那所以我後來有一個比較大的震撼就是說 我剛開始是看到一個這麼美的生態 第二個震撼就是說 我以前常常去的這些地方 其實過去就是有一些採集者或是一些研究的人 包括子溫厚、鹿野中雄 那他們以前在這裡就有採集了一些物種 然後這些物種都是變成模式標本 有的甚至在大英博物館 或者送回日本去的 所以這個也給我很大的震撼就是說 其實我過去關心的就是在物種的部分 就是物種環境 這個物種是稀有的 或這個是保育的 都在想這個部分的問題 所以比較沒有人文歷史方面的思考 所以這個部分我漸漸的就往這個方向發展 然後到了就慢慢想 就說好像這個部分很少人去關心喔 這些 開始關心到人物的部分 其實物種本來它就存在的 是我們人類就發現了它 所以反而這個人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們都把它忽略了 所以到了199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是剛好中暫五十年嗎 整個社會都在思考這個五十年的這些 然後我也跟人家湊熱鬧去想說 從歷史角度來想說 哪一個部分是比較欠缺的 去關心的 所以我就想說自然史真的沒有人去研究 去瞭解 所以我就 我常常會有一種 我做事情都是有一種 自以為是的 那種使命感 那個使命感會慢慢增加 然後 我就開始 先寫兩本 一本是動物 一本是植物 那我今天有帶一本 這個不算打出來 因為早就絕版多年了 你真的沒有輸了 這本被遺忘的是其他植物學者 還有一本是動物的 動物我先寫 寫好再寫這本植物 但是我 我比較喜歡這一本 我覺得我這一本寫的比較 比動物的好很多 所以 這裡面呢 就是我跟早田文藏的第一次相遇 就在這本書裡面 這我裡面寫了 十位人物 算十一位 第一個我寫兩個人物 大概這十位人物 其中也有包含是 這些人物全部都 名字全部都在這一本 新的早田文藏裡面 讀過多少都有提到 這裡面有 後面有三位是 台北地大的 就是我們台大的 植物學的校 社會都在裡面 那 這個時候 我對於 早田文藏 海阿塔的認識 其實他們十個人 對我來講都是等據的 都是等據 我沒有說特別 看重海阿塔的部分 而且那個時候的思考 就是對台灣的貢獻 我們大概就做到台灣的部分 實際上那個時代 這個是二十年前的 1997年 那個時代 整個資訊都不是很發達 電腦也不是像現在 資訊收集那麼好找 其實以前找這個資料 是非常辛苦 我也是算是也可以 所以我常常喜歡用這條方式去旅遊 所以我去日本非常多趟 去找資料 因為在台灣很難找 你光一個人物的生竹年 你寫人家上記 你生竹年弄不清楚 不行吧 可是你要找到生竹年多難 你看 找田文藏比較有名 你是左左莫順一 那個竹年要怎麼 多久才可以找到這個 對 我就是花蠻多的時間 那我意思是說 從這樣的 如果以現在 現在我們這本書 我回頭去看二十年的 那個時候我對他的了解 以前應該不只是半生不熟 其實我只有三分熟而已 真的 對他的了解 然後透過這一次 因為這一次 其實我原來 原來在想要寫的時候 我是島上寫到台灣而已 基本上就是他對台灣的貢獻 台灣研究先行者 這樣應該夠了吧 但是後來 漸漸的 八個字 環環相扣 欲罷不能 因為他後來台灣 其實他在做台灣植物寺的 做到第六側 一半一點 他就 跑到印度支那去了 印度支那就是現在的越南 南北越 高棉 這一帶 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 那為什麼去 那因為就是 就是有一個和和爾斯太郎 他就是 倡議要建立太平山 阿里山鐵路的 那位人士 他去那邊 然後都會採集一些 其實還要看他很重視的 其實對於那個時候 他們講是叫松伯科 就是現在是山科 反正正葉樹這一些 他非常重視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個切割點 就是說 日本人的研究 跟西方人的研究的切割點 就是像亨利所講的 1896年英國人亨利講 他大概是在 把一千英尺 大概在900公尺 900公尺這個範圍 在西方人 他能夠到的範圍 大概在900公尺以下 這個範圍 那上面的部分 就是日本人 他們能夠超越的 有機會的 而且太多的新種 特有種 其實都在上頭的 所以你看 海亞塔為什麼把 把這個台灣山 拿到英國去炮掉 那當然也因為 英國那個時候的 整個學術的能力 可能比較強 應該強 比日本那個時候 強很多 另外一個我覺得 他有一個宣誓的 或是誇耀的 這種味道 就是反正你們西方人 上不去 拿不到 就是我們採集的 所以他非常重視 松柏科這個部分 非常多的新種 其實都是 都是海亞塔命名的 非常多 只有一種 紅筷是他老師命名的 松村認真命名的 對 然後他到越南的時候 越南那個和和 帶回去給他的 還是松柏科 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那據 早前講是 這個是有助於 他要研究植物地理學 植物地理學 還是要用 比較平和 接於時期的 那種 比較好能夠做 研判 那個年代比較久遠 然後我講那麼久 還都還沒有感謝 真的 到後來就是 非常感謝 台大出版中心 非常感謝 這本書 讓我有機會 為早田文藏 寫下他的 波蘭壯闊的 學術人生 我說波蘭壯闊 我在想平凡的字 但對他來講 這個波蘭 我覺得 他在學術界所掀起的 不只是小波蘭 其實是大海啸 非常的 尤其是後面的 有關於 植物分類學園裡的部分 是非常大的震撼 然後 這個 我剛剛講 波蘭壯闊 我把這個狀 想是 衝撞的狀 他因為衝撞體制 所以而開闊 所以他人生 才因為這樣才精彩 那如果 我覺得說 我如果只寫前面 到台灣的部分 當然 哇他非常 對台灣很有貢獻 但是實際上 你沒有辦法看出 他完整的人生 他其實後面 他 真的 其實他只要當 已經 他因為寫台灣的 植物字 已經拿到日本帝國學士 學士院的 那個 貴公爵紀念賞 已經算是學術 最高榮譽了 所以其實他就 安安穩穩的 做他 東京地大的 教授就好啦 然後 學生 非常多 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他偏偏 不是這樣的人 他就是 想要再去 他覺得 應該要為他 所謂的真理 而奮鬥 所以其實我 我寫這本書 對我來講 其實很大的收穫 我這一兩年 我一直在想 就是 早天他有講說 一句話 對我是非常美麗 想一想 很累就想說 還要他說 人生在世 當有所作為 向著你 堅信的目標 信念 努力前進 即使 刀則使盡 也在所不惜 刀彎了 都沒有劍 攻劍了 就站到最後一刻 就對了 我覺得 這就是他的 他的這種人生 有時候想一想說 明治時期出生的人 真的還蠻辛苦的 那個時代的人 我看他也是 好像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喝酒 就每天做學問 那個時代好像是 好多人都是 可以創造出很多 都有那種報復 那種時空 那種理想 那種人物好像在我們當代 好像漸漸已經看不到 那種人物好像在我們當代 好像漸漸已經看不到 在東京 尤其像早庭文章命名的 然後 部分在 靈驗實驗所 然後 講音的時候呢 撿了一批去廣州 就是他來的時候 他走之前 撿了一批去廣州 那這種帳很難算 那像 福山博明採了一堆東西 在馬桑木雷走的時候呢 偷偷撿掉又帶回日本去 曾經日本要還給台灣 台灣沒有什麼 沒有回應 所以日本就 轉轉流到某一個 有個博物館去 所以 然後呢 工藤宥順走的時候呢 他來台灣又帶了一批 北方四島的標本 到台大來研究 這位老兄呢 做一做 不久就死了 然後 台大收集之後 把地帶 他的家當全部送回日本去 全部標本 所以北方四島標本留在台灣 北方四島現在是誰的呢 俄羅斯的 所以北方四島就划了北華泰 然後北華泰的標本在台灣 然後 俄羅斯人看不到 日本也看不到 誰看不到 台灣看不到 台灣不做 所以北海道派人來調查 看影像全部都會去 就像台灣早年做了 國科會做了六年的 我們把台灣的很多的 西方的 博士標本影像 用給台灣來 那你去發現在Q 所以 剛才吳老師講 Q 他為什麼會去Q 幾乎 所有職務分類學者 Q幾乎是你朝拜的地方 一定會去哪個樣的造像 紅樓梯 如果 好 我不曉得講這個 所以沒有帶影像 反正就紅樓梯 那個是很有名的 那現在是哪裏 他的標本是非常 目前全世界最大三大 俄羅斯 法國 巴黎跟Q 三個都七八百萬份 最多最多的 那巴黎是比較辛苦 巴黎那個去的時候 他那標本我打開 他很像那個 就很像那個 二兵 簡稱叫二兵 台大公館可以坐車過去 那地方 哇 他那一格一格寫櫃 拉開來 你就看裡面 這樣子 一個 摸字型 他用繩子把它綁得緊緊的 所以你的標本呢 你就期待在中間 如果在下面你的標本就是這樣子 在上面就是這樣子 所以 那 那 重要的在哪裡 西方人不會看這些東西 除非要做這個科數研究 那這個呢 必須讓東方人 我們對台灣有興趣 你才會去看 你不去看 否則擺一百年 擺兩百 擺三百年 都沒死 那剛剛吳老師講 標本館重要 那他採了很多標本出來 或他鑑定過很多標本 寫了Sign那個字很重要 那 現在很多 根據就是看他的 看他的字 來判斷 所以 這些考古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 他的簽名 就像他的簽名這裡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 我們有一年去牛巫金 看Olderham 你這邊有寫 Olderham才的標本 Olderham是很悲劇 他來台灣一個月 一個多月 三月四月 一八六四年 一個月回去 回去就死了 病死了 然後他的標本 1866年全部送回英國 英國再送去各個地方 他這位老兄送了非常非常多標本 那你怎麼看 你就看他簽名 next moment 你是看到簽名 確定他是 摩世還是不是摩世 都是這樣去看的 所以簽名 那所以這樣子 我不小心看到 你去牛巾大學 牛巫大學 藏了兩百多份 Olderham的標本 問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什麼來的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有Olderham的標本 因為Q為什麼會送給他 他還不知道 反正就是 那裡有林萊的標本 林萊英國只去過牛巾 所以用sign 所以這個 這個是我們植物學史 這個非常重要 簽名 我們看Maxone也看簽名 看他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判斷他是不是標本 我就 拿他的標本上面簽字 他的簽字 給 大橋管好 歐哈西教授看 我說這是他簽字 我不是給他本人看 我是照相給他 我來信說他的簽字 現在所以 我們現在看他簽字 這些東西都是寶貝 每個都是寶貝 所以 看他們這些人 剛剛講 Sasaki 這個 日本人在台灣 除了他以外 他在台灣時期比較少 比較短 各位如果看這本 其實幾個 左左目很可憐 他年輕 十八歲 十八歲吧差不多 來台灣 四十多歲回日本 沒有工作 他一身精華 全部奉獻給台灣 所以你現在可以寫他 我覺得他好可憐 好 去教國小 還教什麼 你就一個植物學家回去教那個 然後 Yamamoto 我裡面有用他 他去蘭嶼採集 又生病也不理 我來就樣蟲 病就死了 我那時候咱人就咱人 他說他死前採了幾份 就是這些標本 在蘭嶼採的標本 所以 還有很多 他 他虛弱 他虛弱是死在台灣 對不對 Forel是虛弱死在台灣 他沒有死在台灣 可是這些人 Forel也很重要 這些人 都是他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 沒有他的影響 西方人 後來的 Wilson 什麼那些人 就是因為看了他的實卷的發表 對台灣很清楚 所以一定要來台灣 採了很多東西 更多東西 高山的 所以他多重要 真的 真的是 我當 我剛剛講 我剛剛在東京大學 我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都知道那個什麼 最早是誰 牧野 Makino是誰 很多人都知道 牧野復讀寫了日本紀錄 可是我說海亞塔多重要 在植物學多重要 真的沒有人知道 日本都點頭 對 真的 真的出了那裡 其實出了這間大概不知道海亞塔是誰 不過 他對太 我覺得自然死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要 我不想大書特書 只是看了這個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對植物地理學的 我們其實都像你講 我們只讀到前面而已 他對台灣 可是他自己的那個 研究發表 其實真的我們不知道 所以 你看你怎麼發現他的那些研究的東西 剛剛老師的 早一點的問題 我也沒有回覆了 其實我覺得 我做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 其實我只是 等一下我要打怪 我去 我做展覽的時候去Kill Garden 我拿到了什麼呢 拿到 Wildford 跟那個什麼 Older Hand 寫信給那個 Hooker的信 那個字啊 你讓英國人翻譯給你 你才看得懂 那個是福啊 NMUV 那幾個字你就 你除非英文非常的好 每個字你都會判斷 否則 不是判斷 你看了就知道是應該是捨 否則就是 不可能 我要講不可能 我是每個都做得到 其實 我講一下說 我為什麼會寫 海阿塔 兩個原因就好了 第一個 如果說從 整個台灣的早期的大環境來講 如果你把它分成 植物 動物 還有昆蟲 這三 這三類來講 你覺得這三類哪一類的它的整個系統 就是說整個發展史的系統建構的會比較好 所以我做得最好 其他人 其他的這個 疾類動物的部分 其實它的重心是在日本 雖然有 象鳥類都是比較後期的 重心都是在日本 然後昆蟲呢 雖然有一部分是台北地大 或是早期的那個 農業實驗場 他們也做 但是實際上很多都是 因為昆蟲太龐雜了 大部分還是做屬於病蟲 病蟲害防治的區塊 你像台北地大 它也有動物的部分 可是它那個時候側重的是 蜀類 也是有防疫 這方面 蜀類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美人魚 如更 大概就做這個部分 所以其他就比較少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 植物的部分 這個脈絡是做 是非常好 而且哈雅塔 早前 他的位置很好 他在東京地大 所以他 兩個 手臂一伸 你看他 往前 承接他的老師 又承接到了 1896年開始的第一批 來台灣產級的 他都可以勾得到 標本都在他手上啊 都是他鑑定的 然後 你看他往下的話 又到台北地大 他的學生 三本游松 正宗嚴禁 他們 也都在這裡 所以他整個是一脈相傳 所以 哈雅塔他本身又到歐洲去 把這些 他標本 標本管都走遍了 所以他也把早期 西方人時期那短暫的 三四十年的成果 他也 一併的 在他的第一本 1906年的 那個台灣字幕志 裡面也大概都 都做了呈現 所以其實 哈雅塔是最適合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他命名了太多的 台灣植物了 所以在台灣植物裡面 有藏了很多的密碼 這個密碼就是說 我對這個部分 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在附錄裡面 我做了兩個附錄 這個附錄 我花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很需要做 那 這兩個附錄 我是所有文獻 全部都翻遍了 包括植物圖譜 一頁一頁的翻 而且裡面的 你要區分 區分的 有一些不見得是台灣的 他有一些是琉球的 還有海南島的 有一些的 他都命名 他都放在裡面 所以 有時候你說幾種幾種 你是必須要去慢慢去剔除的 然後 剛剛講開了 我要講到哪裡去了 這個 這個第一個 大概是這樣 第二點就是我個人的情感的部分 我一直對於早期的 那個比較屬於資訊不透明的 那些 那一種 還需要透過總督府的 理官政策 愛永縣的前進 然後才得以上到比較高山 然後在警察護衛之下 採集到的一些 這些種類 然後它是一個 滿山新種的那個時代 我 對那個時代 就是說 比較神話 大概可以從1896第一批來 然後大杜中太郎 然後山宅基 他們來了三趟 繼續 就是到 IATA結束之後 就比較透明了 資訊都比較透明了 那 前面很多 其實它命名了這麼多 我把它統計 其實是 有百分之五十 一半一半 百分之五十左右 大概是用型態特徵 一般這樣子 比如說黃色 很堅長的 什麼的 這種 去命名 其他的 它用地名 台灣的地名 還有採集者的人民命名的 也佔了五十趴 比重非常高 那這個部分其實 老師可能比較清楚 他分內學 我也想說 他是對台灣的情感特身 或是說 他對採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他覺得他印象太好了 或是說 我對楊老師印象太好了 我就用楊 就命名了很多 還是說 在命名上 他確實有他的困難 因為太多了 好 所以他 他就是 便宜行事 就是這樣 最好 最好那個 或是說到後來已經 早期比較清楚特徵的 都已經被命名了 那後面的話 或許用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會比較好 老師要先回答 他如果用人民的話 姓氏命名是比較會重疊 因為他很清楚優先權的問題 他有用特徵的話 假設在西方國家也用這個特徵命名的話 那他的名字無效了 可是用地名跟人民的話 衝突性比較不會 所以他其實這是比較聰明的 可是 所以我覺得他後來會發現 他 越命名越多的時候 會發現他有國外的資材 因為不像現在有網路可以看 所以當時如果沒有看到的 而是新種的時候 他可能用人民或地名去命名 那他的物種的名字 絕對會被保留 不會變無效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可是當然 跟特徵又不僅有關係 可是這給代表 我想多數人民跟地名命名的 百分之七八十 大概都是當地的特有者 如果是不是的話 他可能會用特徵 如果特徵在不行 他會害怕 重疊的話 那就人民是最好的 所以這是命名法規上面的規定 這是他的 我覺得是一個方法 或者真的是紀念 他才太多了 我不得不點他幾個名字 所以 各位知道嗎 那個 清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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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命名 我講另外一個 清水健美先生命名的 他很有意思 他就說 什麼 什麼東西的清水山 但ANSYS 命名者是清水健美 所以都是清水清水清水 用他的名字來命名 清水山 他有姓清水 只是還好台灣沒有一個地名叫趙天 所以他沒有發現 海呀他什麼東西 我們後面紀念他還可以的 所以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這命名法規上面 謝謝 然後再延續地名的這個議題 我覺得 看完這本書之後 有興趣的 不是說學植物的 也不一定要學植物 就是說你有興趣的 我覺得 可以從裡面的地名 這些地名 如果你是住花蓮 或是南投 花蓮 你看它裡面有一些是 用太魯閣命名的 或說用物色命名的 都有很多很多 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 繼續地追隨 找鐵蚊帳的 來台採集的主機 然後 重新開啟台灣自然史的 再調查 就是說 你可以跟著他的步伐去走 以我的例子來講 我這幾年正在做這件事 以哈雅塔來講 哈雅塔他 來過我們宜蘭兩趟 他在1916年來一趟 1917又一趟 那1917年這一趟 1917年4月他來到太平山 那太平山的部分 我就 剛好2014年是太平山的百年 就說 開始發現太平山之後的百年的一個紀念 所以我幫林務局出了一本 好 這是夢 那這一本書裡面 其中有一節就是 早田文藏在太平山的採集 他採集了哪些那個新種 我們也把摩世標本放在裡面 或者說他在太平山的故事 我漸漸的其實可以這樣做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就是我剛講 1917年在太平山裡面 那1916年這一趟就更傳奇的 這個我現在正在正在做的事情 1916年這一趟是他所有來過的 來台灣採集的 其中最為神秘的一趟 怎麼這麼講呢 沒有人陪同他 不知道誰陪他 然後應該有警衛陪同 那而且這個重點就是說 剛好是在禮番 總督禮番1915年的時候 平定之後 他山區他才有辦法上去 或者他以前都是去阿里山啊 就是說比較相對文明的地區 然後他剛好這一年來 所以他1916年的時候 注意看他就是去了霧社啊 或是說也來到宜蘭的山區 然後宜蘭的山區的部分 他剛好是走一條愛詠縣 那一條愛詠縣叫大南澳愛詠縣 現在當然已經荒廢掉了 他在大南澳愛詠縣上面 發現了一些新種 各位如果學知我講 可能不知道 叫南坎千金魚 南坎馬南 還有在烏斯比那邊 有烏斯比 浴南 國話那個浴 那現在不叫烏斯比浴南 這大概 我們就可以 踏查這些古道 然後去想看看說 南坎馬南或南坎千金魚 在南坎山區 他發現的機率 是偶然還是必然 當然是以百年後的時空來看 不一定很準 但是我會想說 南坎馬南來到這邊的時候 是偶然看到這一棵 還是說那個地方真的很多 這個也是百年後重返歷史現場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一直很想慢慢的去把這些部分建構起來 而且其中裡面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物種 也是在他這一趟才集的 就是以前叫做東部縣柱南 東部縣柱南 後來被蘇聯的一位植物學家 在2009年的時候 他也發表在台大的台灣尼亞 那個期刊裡面的 他就把 海亞塔 發現的那個 就是那個 東部縣柱南 立為新的一個鼠 鼠名就用海亞塔 那個鼠名就用海亞塔當鼠 就好像台灣山用台灣尼亞一樣 所以這個對早田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紀念物 然後發現了地點呢 其實我也去查了 早期的那些標本什麼的 上面他就只有寫一個地名 叫做塔比亞漢 現在翻起來叫塔比寒山 塔比寒山 這個地方在哪裡 不知道 所以早期 東部縣柱南這個名字 不曉得是哪一位學者命名的 命名為中文的時候 所以他可能想說 不知道在哪裡咧 那可能在東部吧 以他的分部來講 所以叫 東部縣柱南 因為實際上他們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說 做自然史的研究 有一點點 對分類學家有一點點小幫助的就是說 或許我們可以把塔比亞山這個地點 我們盡量把它考證出來 我目前所知道的這個山 這個山的地名並不存在於日治時期的人的地圖裡面 那這個塔比亞漢社它是在南澳的某一個社 南澳這個社它比較外面一點 比較靠近不是那麼裡面 如果你們有去宜蘭的話 它沒有到津洋那麼裡面一點 它比較外頭一點點 那是他在 在行走的過程中的哪一段去採集的 這個 然後這個山頭在哪裡 然後我現在又漸漸的 在去找以前的 那個時候日本人他們會 希望他們牽村到平地來嘛 這樣比較可能比較好控制 所以有一部分 應該蠻多的塔比亞漢社的人 是牽到了東澳 比較外面靠東澳灣這邊 有個東澳 東澳灣很漂亮 大概應該都有看過有去過 所以 是不是在這個過程中 也有可能靠近東澳這一帶 不是哪一帶 然後 海阿塔就把它命名 就叫這個山頭 現在找不到這個山頭 或許我們 可是又是南科又是很難 南科又是很機率的 有時候季節不對你也找不到 一個轉角 閃失了就看不到了 小小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繼續的追尋著海阿塔 不是這個書就結束了 而是我們應該重環台灣的 每個歷史現場去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有趣的事 因為我們最近常在做這個事 因為我前幾 前兩年吧 跟余衛 現在也有在場的 小梅之老師 他在後面 我們一起做那個田代安定 田代安定 田代安定 哈希羅的 在宜蘭的 整個調查 那個是2012年 13年出版的 然後是跟台大圖書館合作 因為田代文庫都在台大圖書館 對 然後我們把他以前走的路線 或者說他看到的植物盡量把它還原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對 田代文庫跟這個田代很不一樣嗎 就是田代安定 就是你剛剛講的 他寫的那個南語那個 描述的那個 描述的那個 描述的那個就是 描述失業世紀郎才的標本 那 其實 滿令人感慨的就是 早期 當我們在做展覽的時候 我看過那個 乾隆時代做的那個 翻色彩風景 你會發現 當時所用的名稱 他的芒果 我們叫芒果 可是上面的漢字 兩個字 叫做翻算 翻算什麼話 客家話 客家話叫那個芒果 就是 據說我翻譯不知道準不準 Copy叫翻算 翻算 好啦 有人翻譯沒有看過 那真的 他當時是用這個音 去寫 找這個漢字寫下來 那 十野世紀郎也做同樣的事情 他的地名裡面有個叫做 我看看 H A W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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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 N A N W T T A T A A N O T A W A N T A W A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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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Y-U 等等 沒有一個叫A-N什麼什麼 什麼畫歌的東西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再過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真的不會有人知道這是哪一國 就不知道什麼就像你剛剛講到什麼 我已經無法複數那個什麼 那個三明了 真的是我覺得這個是 所以自然死東西真的要快 因為你會這種語言 你會這種東西 我舉例剛剛講翻算那個東西 如果不是碰到柯家人會念的話 我們不知道這叫翻算是什麼 我們就要不然為什麼會這個名詞出來 這是非常非常有一些早期的 是根據當地畫出來 所以自然死這東西真的要快做 那你剛剛講的早前文章的錄 其實西班牙已經在做 Q已經發了幾本書 亨利的他已經寫出他在亞洲的 他在林業世界所訪問過 然後大陸也訪問了很多 亨利的故事 還有另外一個是寫那個什麼 寫那個印度之物之的 他們也開始做 所以其實台灣其實可以做 可以把這東西弄 就像你講的真的不一樣 那當時雅野採的那個摺珍珠採 您剛剛講的是星際五種 是已經滅絕的星際五種 那那是在1896年在台北才到的 那我說跟謝老師討論的時候 那中文叫摺珍珠菜 你就知道那是長在水 沼澤的可能水生植物 他就說1896年台北幾乎都是水啊 所以你講那怪獸 你看那時候怪獸 再過50年怪獸 咚咚咚咚 野草都會被人搞完耶 就算人多厲害 所以真的是 我們可以把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東西趕快拔給 做出來 尤其這些東西出來 不然真的會 所以 來 所以 書寫就跟爬山一樣 因為每個人走的路徑不同 所以呈現的 書寫的樣貌就不一樣 所以這本書如果是楊老師寫 一定會更精彩 所以其實 學植物學的人寫 或者學歷史學的人來寫 或是像我遊走 兩邊的人寫 或是說 有日本人來寫 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當然我們可能會稍微 撤重一下台灣的部分 所以我雖然標題是 因為我這個標題其實 也想了很久啦 後來才覺得說 就這樣簡單 很清楚 它就是一個 大命名的時代 對 它包含了一切 對 我們是不是時間給丟了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老師 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其實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那想問一下這場 聽眾有沒有想跟老師交流一下 或者有什麼疑問 想要跟老師請教的 你好 你好 我是理事主 黃耀摩 那我想請教 在海洋台 其實當初那四本書的秘密的時候 都中那個拉貝文跟一文寫的 然後根本沒有寫漢文 這個或是那個從日文在裡面 那現在問題是 我們在這中西亞的台灣名 或是中文名的話 怎麼跟他連下去 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中小名的話 似乎跟現在中文名完全沒有關係 就好像很歷史 類似一種脖子的感覺 現在我在做那個 台灣人是關於做的 那中小名說 都是像馬式 可是我在台灣也是關於 我不知道 台灣也是關於這個 跟像馬式有什麼關係 因為中小名是這樣 然後如果說話 你查一查的話 到了1969年 台灣好像第一次 我看到我用了這個名字 那問題是 問題是我在看到標本 其實在1916年的時候 他們那個 海洋台其實就要寫日文的 可是瓜哥都看不懂 可是至少他前面兩個 就絕對不是台灣 那現在我這樣問的時候 那台灣現在 這些中文名 就是或台灣名 跟當初的那些 怎麼把他 把他攪拌在一起 謝謝 就這原名字怎麼變 有中文出來 這不是你應該知道 你民事手一定標本 應該說 我們自己給的名字 是囑 固定囑以後 中文就加上去 應該是這個樣子 特有種 應該都是這樣上去的 其實通常 在對本書的後面 你看他整理 那在明顯的話 你們發現了 用所謂能明的 對 能明的 另外一個是用地名的 可是你發現那個中文的 前面幾個字 跟地名的話 不是指定畫像的 或者說人民的 不見得跟中文的畫像的 那這就變成 我們這樣 其實問題是 一個問題了 就是中國大陸 他們出了 所謂的中國植物質 所以他們認為台灣 是他們的一部分 他們的話 在命名的時候 就會用 用種小名為主 然後去命名 那這樣就變成 好像同一個東西 台灣的 台灣的人叫做台灣名 中國大陸叫做大陸名 所以 我們現在是用我們的 鼻子就好 我覺得用我們 因為他們的 他們對 他們其實 他們就是阿爸 你知道嗎 他就是覺得 他其實做這 他不見得了解你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 我會先 我其實我個人覺得 如果有新種發表 或是沒發表 的中 或者我看到這個名字 訂的時候 我會用 看 特有種的話 當然一定是台灣的人名 或地名來訂 這是一定的 可是如果是其他相關的 我會取決 誰先用 或我們誰先用的習慣 舉例台灣植物資 第二版 大陸把 那個 徐馬克 就是台馬克 是他的科 沒有 苦劇台科第四冊 第二版的時候 全部用大陸的名字 結果我們叫的名字 全部搞不清楚了 那就我們常叫的名字 全部不見了 那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畢竟台灣植物資 是我們要看的 不是給他看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還是叫我們的名字 名字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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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字為主 不然我們自己台灣就 太多字了 太多名字 會搞死自己了 所以我其實 我比較建議這個樣子 那並沒有希望做同 或什麼 可是就是 比較簡單 有這個學名 相對於這個東西 有多了 所以那至於 誰給這個中文名字的 如果不是特有種的話 可能 可能 這個回答這問題的人 剩下沒有幾個可以回答 因為都不是我們給的 就可能是 臨時所的老前輩們給的 這很有可能 或那時候的人 但他們覺得這很像 你就給這個名字 給那個名字 這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 可能很多 多數不在 必須這麼說 所以沒辦法 不過中文 我覺得 藍魚什麼 藍魚什麼 我覺得很OK 你要加紅頭 除非中文就有藍魚什麼 如果他還是用 譬如說藍魚什麼東西 紅頭什麼東西 就像 肉豆蔻 藍魚肉豆蔻 紅頭肉豆蔻 其實有一個總小名是菲律賓 可是 我們還是叫 紅頭肉豆蔻 為什麼 因為 他在台灣叫藍魚啊 那叫菲律賓肉豆蔻 跟我們離了好遠 雖然總小名是對的 可是 你叫 藍魚肉豆蔻 紅頭肉豆蔻 我們都知道 這一定在藍魚出產 管它是我們就會知道 是否特有種 你看學民 不可能是特有種 所以我覺得 比較方便我們借 因為我想 在 不要說在場 百分之九十九的 我的人 我台灣人 我們大概不會去看那個 Cotoensis 跟藍魚燕魚什麼東西 可是 藍魚肉豆蔻 紅頭肉 這個字你看得懂 跟那個字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 對大家來講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還是要我們自己的字 那至於大陸寫什麼 那就 看看就好 那我建議啊 因為真的 你不知道他那名字等於什麼 他常常幫你亂等於 很麻煩的 真的很多亂等於 學民也要不要亂等於 或他覺得 他覺得藝陽還蠻等於 他標本可能沒看 或只看標本蠻等於 真的很討厭 所以 不好意思 剛剛老師講這個 提的這個問題 其實 過去的可能他就比較早就已經 可能是教科書 我怎麼看已經用了 幾位一點啊 為什麼早就已經用了 當然 就用了就沿用了 或怎樣 但是有一些 如果有錯的 或是說值得商榷的 我們是可以再更正的 我舉兩個例子 我記得 我剛剛講 南侃千金魚 他是寫 南侃 他是用那個 寒丹的寒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應該是對於 這個自然史不是很熟 他寫 他看那個南侃山 英文寫的南侃山 他想不出那個是叫做南侃山 所以他就叫南侃山 他用寒丹的寒 所以這個應該要把它還原成 南侃千金魚 對不對 這樣才對 然後我另外還看到一個 以前在屏東那個南侃山 左手牧孫雲那個時代 那個是 那個山 那個拼音 好像HIRR 什麼 很像七藍山 所以我看到有一個是 好像七藍山基始數 還是什麼 我一看 這個不是啊 而且命名的年代也早 他不是七藍山啊 所以那個應該是 男人山 所以他後來用錯了 所以像這些 中文名稱一定要改 對 但是我能 那個 沒有什麼分量 老師 老師 我只是說出的 早時間一起把它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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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老師好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我的了解裡頭 西方的一些植物學家 比如大家知道的林奈 他開始 就是有植物的二名法建立之前 他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脫離學院 然後到瑞典的北方去跟原住民生活在一起 跟他們了解就是當地原稱植物的種種相關的資訊 然後後來才有二名法的建立 那在美國的民族植物學家其實也有類似的情形 他們會有一段時間就離開學校 然後就去南美洲 跟也是跟原住民生活在一起 然後就鑑定了非常多南美的植物 所以我其實很好奇就是在早情文帳鑑定台灣的這些特有種的時候 然後他是不是也跟台灣的原住民有一些交流 所以幫助了他的植物的鑑定 因為很多植物的鑑定 比較有用的是要看他的特徵 那也許他剛好要開花的時候 或是剛好他有結果 必須有一些特徵才可以幫助植物的分類 可是如果他只有來一個月 他不一定剛好遇到那個植物最剛好在開花或是結果的時候 那就不一定能夠抓到那個容易辨識的特徵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會不會有一些 原住民其實也參與在這個植物分類的工作裡頭 沒有證據顯示 如果說採集的話 那是不是有 是不是 毛利身手之處 是不是也有 因為他常常到各班社 是不是有協助 也不一定 但是對於特有種的認定 跟原住民的知識來源 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這個應該是他在中英地大的 標本的 對 對 跟民主大概沒有 對 沒有什麼太大的觀念 而且他去的地方 大部分還是相對文明的區域 所以談到這點 就有跟他 他來台灣的 就是物後現象有關係嗎 所以我也想 我也照統計說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 大概說幾月來 他來的時間幾乎都是 比四五月來的頻率最高 那這裡可能 也是不是跟他的 學校的行事力 有關 還是怎樣的關係 其實也很有趣 或是說那個時候剛好開發 所以他學那個時間 過來 有可能 還有說 他 我知道他身體不好 所以說 他為什麼 沒有去新高山 我有幫他解釋說 真的也太難了 對他來講 也不容易 就像我要省1918年要上去 還是搭配周章 所以他再更早 他更難去 對 那男女為什麼也沒去 我也 我也大概 大概合理一下 看看是什麼原因 好 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兩位老師好 針對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 在那個 就是有關原住民的那個地名的問題 就是前一陣子才剛過世那個 楊滿俊老師 那他對這個 台灣的原住民還有 山地的這個地的歷史 非常的熟悉 不知道 老師有沒有跟楊楊俊老師他們夫妻兩個 有請教或是有討論過 然後另外就是 我知道前一陣子 有一位韓國的學者 然後到台大來 也是講這個早田文章 那他是比較從STS 就是科技與社會的觀點 去研究這個早田文章 那我也不知道這本書 是不是跟那位學者 有一些對話的空間這樣子 然後之前我跟那個中國方老師 就是他在整理那個森林 台大森林系的那邊 有些廣場 然後也是有很多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標本 後來可能整理就拿到那個 合併到那個TIA裡面去了 那說不定如果老師有去看看的話 搞不好又有新的著作 謝謝 謝謝 我沒有跟 我跟楊朗俊老師 早期在做蘇花古道 我在做蘇花古道 我就跟老師有認識了 對 那在老師過世前 一個月 我也 他到 羅東領館數據演講 那個新書 那個 這本新書 有跟他朋友一起吃 對 但是老師是很科技的 他說 自然科學的部分 他比較不少 對 但是他已經做了非常多的 非常真的對我們 台灣的研究 貢獻非常大 那李珍老師的部分 他上次在台大演講 對不對 他在 有在台大演講 對 那時候我有去聽 但我跟他沒有 因為他是做 其實那個部分 已經超越我的能力了 他已經在台灣植物圖譜師卷 然後去談 這個動態的植物分類學 這個原理這種東西 已經是老師才有辦法理解的 這是我真的沒辦法 真的 所以其實 海耀塔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海耀塔真的是 在我心目中 他真的是 一座大善 一位巨人 真的不知道怎麼爬上去 真的太厲害了 在那個時空 他想的事情 想到那麼廣 我們真的 真的沒有辦法 對 我對於那個部分 我是覺得我比較不理解的 我都盡量維持 多數少多 因為太多了 不管是 十五分類學 然後他又 又談到 不管是形態學 細胞學 遺傳學 後面又談到這個 宗教 生命 哲學 這些 這哪有辦法 太多跨領域的 這個 所以我們就是 把他的一生這樣交代 但是我們實際上 確實是 我就說 不同的人來寫 會有不同的詮釋 那 最後我在想說 海耀塔 是一個 開端 就好像我們是 這個 美國大聯盟的選手 第一棒可能是 林牧利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打第一棒 他打出安打之後 還後面繼續接 但其實後面 我覺得還有很多 值得寫的人 我在 剛開始要想說 到底要寫誰 那個時候 我有考慮了一下 其實我覺得 還有 至少有幾個人 我簡單提一下 幾個人都非常值得寫 剛剛講說 田代安利 這個 比光田代文庫 要弄到好 留不到多久了 所以真的 田代安定 非常值得寫 然後 川上農民 也值得寫 就是以前的 台北博物館的 第一陣的館長 其實我原來是想 把 海耀塔跟 那個 川上隔在一起 然後寫一個 有用植物時代的開啟 後來我把它切割開 因為 草田太豐富了 一個人 獨稱大梁 夠了 然後第三個想 那個 金瓶釀山 就是跟老師一樣 金瓶釀山 然後 這個是屬於植物跟靈學的部分 昆蟲的話 就是 台北地大的 樹木得一 驗定 台灣昆蟲學的基礎 非常重要 不管是 中央研究所 農業部 或是台北地大的教授 也是寬尾奉蝶的 命名者 非常重要的人物 再來的話 就是動物 動物的話 大島鎮馬 你們有沒有聽過 大島鎮馬是發現 命名櫻花 大島鎬文貴 國寶 國寶 剛剛我講國寶蝶是樹木得一 國寶魚 大島鎮馬 還有 白蟻的研究 他對白蟻研究 還有 那個 蛇類 台灣讀蛇 圖說什麼 蛇類啊這些 兩棲爬蟲 他都有研究 對 這位人物也是可以出現 最後一位呢 就是 剛剛講的 雅蘭靖先生 就是寫過 他 陸野忠雄 陸野忠雄 當然是非常值得寫的 對 以上七位 可以優先 繼續 如果 台大出版中心 當然是別人寫的 沒那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 吳老師跟楊老師 精彩的分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 講座活動就到此結束